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Jaffrey来说非常熟悉 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 这一个服务的一个游轮公司了 P&O 而且和大家介绍到了 这个游轮公司当中的 这样一些游轮上面 真的让我看的是 适合大人小孩全家旅游 而且就像你说的是 可以负担的奢华 价格不贵还特别的棒 但是除了游轮游艇上面的 那些好玩的东西之外 有哪些景点呢 我们今天主要就从景点出发 和大家来聊一聊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正典的Jaffrey 我是Evalon 这一集的节目 我们会带大家去这些 美丽的太平洋导国 是的 好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要等一下影片 因为P&O 南太平洋导国 对我们来讲的 实在是熟悉的不得了 太熟悉了 太熟悉了 我们来看一下VanuR2 好 在这十几年来 P&O游轮公司的经营之下 这些太平洋导国上面的活动 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不是以前 这么传统的 只是游泳而已 它还配合了很多 我们在扭澳地区 很盛行的一些活动 像是快艇 像是四轮传动 没错 甚至呢 我们去开发出来 像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种滑术 高空滑锁的活动 而且很刺激 对 非常刺激 我们也帮P&O去打险 我们自己先发险 然后再让他们去打险 所以大家都互相帮忙 这样飞奔而过 等于你们封锁了他的线路 是的 他们有什么问题 他们还会打电话过来问 Jeffrey Evelyn 这个要不要签证呢 这里应该怎么玩的 这些太平洋岛国 Evelyn跟我呢 已经去过了几十次了 我们也搭飞机去 也坐游轮去 其实我们蛮有信心的 在这方面 景点方面呢 我们是非常的专业了 对 这都是Port Villa的 在我们的维拉港的一个活动 当然你可以付费啊 跟船公司订 你就不用担心去一位难求 但是你也可以下来 去安排自己的行程 我们会告诉您 您怎么去花的省钱 但是玩的开心 就是很灵活 非常灵活 非常灵活 对 所以呢 你要真的玩得很尽兴的话呢 还需要有专业的指导 当然 当然 一定要艾未帮我们来参谋 做参考 没错 要不然你一趟票都买了 去了 好无聊 不不无聊 因为你不会玩而已 没告诉你怎么玩而已 这很多东西根本没玩到 没错 而且像这一个Niu Caledonia的首都 Niu Mea呢 这个岛上呢 其实玩去四五次呢 都还不会玩 玩不玩 我们到现在每次去都玩新的 玩不一样的 所以呢 其实没有说一次就够的 像刚刚影片中那个是灯塔岛 那个就玩一整天了 对 那这就是我们的Nu Mea 新克里多尼亚的首都 在里面呢有跟法国同步的流行名品时尚 除了LV没有而以外 刚刚呢有一个观光小火车 这也是一个很方便的旅游方式 这是我们Nu Mea最有名的 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叫Tibau博物馆 然后呢这Tibau博物馆的设计师Renzel Piano 刚刚好就是我们太平洋珍宝号这艘船的设计师 是 这个建筑可以说是南太平洋岛国最有名的建筑 对对 采用他们的民俗传统的建筑方法 那现在出现在画面中的松岛 你知道在哪里造的吗 这都我们可以自己跑到山顶上去造的 Jeffrey这次叫我再爬 我说对 我不想再爬了 两个小时上 两个小时下 我们是真的花了很多功夫 甚至还有一次呢去走海岛呢 走到最后我们在荒岛的中间 人家付了钱被那个船呢再过来就说 有 那里有两个人要不要救他们回去 OK 这是我们松岛 刚刚我们前 我们上一集也有看到过 这是我们这次 我们上一次去拍下来的 那这是利福岛的 利福岛很容易玩 实际上你下了船了以后呢 你在附近的景点就在你可步行道的地方 对 而且现在这些岛民呢 他也安排了很多的岸上活动 不贵的啊 15块钱澳币 巴士游啊 游艇游啊 对 还有这些浮潜啊 通通都有啊 没错 这是上面的教堂 我们这次三月份去的时候又上去看 现在我们来到了巴努阿图 巴努阿图呢 就比较原始一点 因为刚刚我们说的新克里多内亚是法国托管 法国所属 所以建设比较好 巴努阿图呢 就你就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原住民文化 我觉得呢 我们的南太平洋岛国 跟我们加勒比海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保留很多很多原住民的那种传统风俗 还有民族舞蹈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民俗村 嗯 你看看他的欢迎仪式 对 其实他们以前是死人文化 所以你随便闯入他的村子是很危险的 这是他为了迎接我们的团 特别跑出来 这是一个表演 对吗 是 是表演 你一进去要特别为我们安排的表演 当然了 其他乘客如果他也是一个团体过来的话 他也会这样子的安排 嗯 整个文化村的参观呢 可以了解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他们捕食猎物的方式 保存食物的方式 所以这些对大家都很新奇的 很新奇 我觉得带小朋友去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是 这是他们的酋长 刚刚有没有看到那年轻人的身上 配戴了一个弯曲的一个牙 动物的牙 那是猪牙 那是对他们来讲是最贵最贵的一个饱饰品 嗯 待会在那个酋长的手上面可以看一下 那这就是汉衣啦 我们毛利人的汉衣呢 在我们的在我们的南太平洋岛国 他们也是也是同样子的 嗯 对 然后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如何保存食物 像这个食物呢 经过这些芭蕉叶的去包 然后去盖 然后石头压在上面 可以保存超过一年 它里面做的呢 是用椰子丝 椰子汁跟香蕉 倒碎 然后就这样子一层一层包上去 因为台风季节一来了以后 他们根本就不能出去 他们就要铸造树洞里面 就过那一两个月 好 现在他示范给我们 如何剥那个椰子 剥下来的 这个椰子超硬的 对 你看那个手上的那个 就是它的像那个猪牙 怎么打开它 不像我们那样剖半天 不行 那这有学问的 播完以后 它上面有个笑脸 对 现在他们开始的民主舞蹈就出来了 是 其实我觉得大家出去呢 可以付费呢 去参观这个民俗文长 民俗村 应该是 对 这文化村 非常棒的 来一次不同的体验 我一趟进去蛮久的 什么意思 抱着吧 对 它示范一下这个附近带着小孩子的情形 接下来呢 这个叫Friing Fuzz 其实是一种蝙蝠 在太平洋导国 有吃饱的感觉 对 然后他们有吃它的哦 听说吃起来那个味道就像鸡肉 我们吃过 我们再把他们吃过 这也是一个特别的体验 是的 他们讲Friing Fuzz 对我们来讲 应该比较像蝙蝠式的东西 就是蝙蝠 就是蝙蝠 嗯 哦 好了 这个舞蹈讲的就是 出生儿的时候呢 刚出生出来的时候呢 爸爸呢 就要负责照顾的责任 因为为什么Friing Fuzz 会跑出来觅食 不小心会把他们的小孩子给叼走 实际上真的叼走是谁不知道 是哪一种动物不知道 所以刚才影片中听到那个声音 就是绑在脚上这些 嗯 好 现在要告诉大家 当地最有名的饮料 对 就是咖啡酒 那这种是一种 类似于一种麻醉性的饮料 嗯 那它其实是一个植物的根部 那那个根部 对 喝来的吧 对 嗯 嗯 然后泡点水 嗯 你们有喝吗 有 我们有喝过 而且不同国家 斐济啊 巴努阿图啊 叶都不一样 对 其实最浓的呢 是巴努阿图这里 嗯 对 能看出来这个汁越浓越越越 对 你喝的时候 一定要小搓一口 因为当你小搓一口的时候 你已经发现舌头已经麻了 哦 这也是巴努阿图非常有名的 的一种表演 这是什么 水上音乐 对 那妇女们呢 在那水池里面呢 利用激测的方式发出声响 我们来听一下 这种音乐表演呢 也是只有在哪里 而且是在看的 对 对 是的 真的会把水弄得像音乐一样 有这个旋律在里面 对 你不是只有水声 你还听到那个 我 我 的那个好像贝斯的音乐 是 哇 这里就是很厉害的地方 这就是 蓝洞 蓝洞 你看 这是在水上吗 对 在水上 对 怎么会那么亮 没错 水上 然后再加上呢 矿泉水是从很深的地底下冒出来的 然后呢 它的光呢 才自于当地呢 就会变成这样一个蓝洞 是 很漂亮的地方 好 刚刚大家空照图看的那个岛呢 就是我们的神秘岛 嗯 我们来看一下神秘岛的影带 这是我们南太平洋票选 第一名的度假圣岛 无人岛 神秘岛 要这个岛走一圈呢 只要半个钟头 然后环的整个岛呢 这个环礁呢 都是浮浅的好地方 是的 那现在已经非常热闹了 早期我们2005年去的时候 上去根本就没人理我们 没人 对 我们只吃龙虾 对 刚刚我有说 十年前呢 上岛呢 全部呢 都是自己玩水啊 玩沙 现在呢 都有岛民提供各项的旅游活动 你上去再报名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跟船公司报名 费用都差不了多少 这是我们在那边看的胶岩 所以你甚至连浮浅的工具 都不用带 那个岛上都有租借 甚至租的都还有透明的 独木桌 这个就是 出现了 所以你也不用游泳 你就滑着独木桌 就可以看到下面的珊瑚礁 对 所以来到我们的神秘岛呢 实际上是所有游轮乘客 最喜欢的地方 来到这边 就好像你来到一个很 天然的主题乐园 天然的度假团 水上乐园 对 有好多的活动 你可以参与 所以呢 刚刚我们介绍的那几段 就是我们自己 非常极力推荐的 在巴拉图的旅游活动 对 而且有发现跟正典旅游的 这个线路走下来之后 看到的和一般的 以往的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 好像更加的深入 有很多神秘的东西 是以前没有挖掘出来的 对的 对的 下半段的节目呢 会有更精彩的报道 好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是 待会见 欢迎回到我们第二段的节目 从背景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哇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Bungie Jumping 这个呢 是在我们潘迪克斯特 也就是我们Vanuart 也是我们Bungie Jumping的发源地 当我们的LJ Hayjack来到这里 看到这个祭典的时候 引发的他的奇想 于是他就创立了这个Bungie Jumping 原始点在这里 探索频道特别来采访 对 这号称是全球十大特殊祭典之一 是 所以你一生中应该要来一次 一般来的是非常辛苦的 只有P&O游轮呢 他会针对这个祭典安排船只 来到这里参访 好 在我们的祭典开始的时候呢 会从小的平台呢 有小年纪小的男性的Diver 来开始表演 也不能表演他是跳 这有点像是成人礼 对 从比较低的地方开始跳起 那所有你现在看到的藤呢 是早在两个月前呢 就已经做好 然后把它包好 让它保持那个湿度 高度都必须要调好 对 然后在跳的时候呢 旁边呢 他们会在歌舞呢去助兴 是 然后当他一跳了以后 他必须要用他的前额呢 去碰到土地 对 这个就是刚刚Everland提到的 我们要这个藤绳 会量好长度呢 然后绑在跳Diver的脚上 他们平时生活中 真的就是这样打扮吗 对 就是这样的打扮 对 就是这样的打扮 没错 没错 这就是他们传统的服饰 对 潘迪克斯特到现在 他们还是属于是一个种族 部落的一种 部落的生活 对 当然现在随着很多游客的到来 他们也会多穿一点衣服 多穿一点衣服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在那松土的情形 也就是说 他们跳下来的呢 是用前额呢 就直接碰地 所以地上要稍微松一下 而且地上要保持它的湿度 对 这个呢 来自于一个家暴的故事 有一个人呢 常常家暴他太太 有一天要叫他太太下来的时候 他太太就说 不 后来他爬到树上去了 他说你爬树 我难道爬不领你吗 于是他先生爬上去了以后 就伸手要抓他太太的当下 他太太就跳下来了 那他想说 那我要跟着他跳下来 结果他跳下来是死 他太太是活 因为他太太已经绑了藤树了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祭典呢 这个祭典就是 因此要宣扬男士的雄威 从此以后呢 他们就必须要用这个成能力呢 来显示一下男士的雄威 不是你女人可以跳 是我们男人更威风 这个跳台呢 有二三十公尺高 很可怕的 然后跳跃者呢 随着年龄增长 然后往上爬 到最上面的是最年轻 是当主里面呢 最勇敢的年轻男士 还要求天 很特别的就是 他们到祭典的时候 到现在还没有说 有人跳了有任何其他的 呃不幸的事情发生过 没有啊 我们来看他怎么跳下来 二三十公尺 蹦 这些影片都是我们自己拍的 对 这个Panty Course 这里呢 为了拍这影片 我们还去两次啊 是的 还有呢 如果你是单独只是要去的话 不见得你碰巧 刚好有他祭典 是 可是因为呢 十几年来P&O的贡献呢 所以他们会为P&O的船 到来特别有把 专门组织 对就把这个祭典安排在 船到的那一天 对 现在我们换了另外一个国家了 现在已经来到斐济了 已经去过人都很熟悉 这是我们的南迪 Nandy 然后这是我们斐济里面 他们的印度的庙 因为斐济蛮多印度人的 对 斐济印度人 然后你到这边呢 你也可以坐台车到处走一走 或者是你就是在我们南迪岛 这就是我们去做树上滑锁 高空滑锁 对 这是我们家两个小孩子 小朋友也可以玩 可以的 可以可以 滑十二道 从上面滑到下面 我架到下面的时候 我已经生涯了 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来到我们斐济的这个短片 首都书吧 嗯 你看这么老也行啊 我们记得那时候带着老人团了 七十几岁老人 他们居然一群人通通爆了 对 然后他们就卡在中间 不动 对 滑那个锁子很有学问 你不能一直刹车 一直刹车 他就卡在中间了 卡在中间的时候 谁最倒霉呢 工作人员最倒霉 就出力了是吧 他要滑过去 把你拉过去 我还记得这一段 我还记得这一段 哇我真的叫 全山谷里面就只有我的叫声 哈哈 整个钢索呢 就是架在这热带雨林之上 有没有 有没有觉得像泰森一样 他也在这样的树林中 是啊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美军训练基地发展出来的 那我们跟他老板非常的熟 他就叫我 邀请我们去坐 后来我们帮他跟PNO搭线 让PNO能够把这一项的活动呢 引进给船上的乘客 对 嗯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在太平洋岛国呢 不是只是玩水而已哈 还有很多的活动 所以我去的是假斐济 哈哈哈哈 其实都没有见过 阳光沙滩水 对 另外这是他们的民俗村哈 那民俗村里面也有一些表演 把他们以前的故事 谁为什么会走火 因为他们有踏火的人 这是世袭的一个传统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旅游活动 就是坐着他们的小船 深入在山区里面 比较保持原始的他们的斐济部落 嗯 其实呢 到我们南太平洋岛国去参观他们的部落 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活动 因为他们到现在还保持当时候的一种生活习性 对 而且在里面呢 他会介绍一些我们斐济传统的文化 舞蹈跟刚刚我们有提到那像卡巴酒之类的 对 还有他们一定会说 我还曾经呢 我的uncle呢 当时候也是食人族 大家知道哈 斐济是有食人族的习惯 一直到1965年才停止 所以有时候他会把他们的叔叔叫过来 啊他曾经吃过人肉 还有他里面的瀑布也是很漂亮的 这是深入到我们斐济的里面 内山里面去 对 所以现在我们这么冷的奥克兰 看到人在这个瀑布下冲凉就觉得很羡慕 啊 而且你9月10月出去的时候 真舒服 因为我们这边刚好是冰天雪地的时候 对 是 所以我觉得南太平洋岛国 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后花园 对 还是在那里 离我们又不遥远 而且其实各个国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色 都不一样 对 这就是他们的武器 所以他们以前食人文化的时候 就是拿着武器 打人头 先把人头 人的头骨给打碎了 包括喝卡法酒也有他的仪式 是的 而且我觉得那里的人都特别热情 对 非常热情 很热情 对 刚刚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抓布尼艾伦 这个就是爬到山顶上 可以看到整个邮轮在港口的情形 没错 好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汤家了 来到汤家 如果你碰上季节好的时候 你真的要看上大海 常常会有食人巾 灰巾 会出现 刚刚大家看到的是中国领事馆 对 看到红旗了 是 这就是你去参观他们的义士堂的时候 特别会有这个欢迎的仪式 再喝一下卡法 对 为了针对我们的游客 他们也 你看把整个设施都做得很好 这是什么 烧卤猪 对 这个好吃吗 好吃 他不是表演而已 他真的烧 真的可以分享 对对 最后还可以分享 一起吃 我要跟大家讲 猪在我们南太平洋岛国 是最奢华的食物了 就好像我们吃龙虾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成人礼 男孩子只要满了十三十四岁 他一定要出去外面 去猎一头野猪回来 对 然后他猎到野猪 表示他成年 你要去娶一个女孩子 你要对方要的嫁妆是 你要给我几只猪牙 哦 有时候他要去借 借了也要还 猪的地位很高 对对 除了吃烤乳猪以外 这里还有很多景点可以欣赏 这里是他们很有名的 就是 风吹一动 然后应该是这样讲 好 除了我们介绍这几个国家以外呢 我们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也是我们P&O唯一 这家邮轮公司有安排到的景点 对 的确是啊 刚好是他们的风年记者的时候 你就哇大饱眼福了 好多那种摄影师啊 专业摄影师都喜欢 都奔过来就是要照这些很特别的 他们这些武士呢 打扮呢是花了很多功夫 然后把它自己弄得非常的漂亮 华丽 后面还看着随时会爆发的火山 又有火山是吗 对 而且这里是二战的遗址嘛 所以上面有很多战事呢 都埋在这里 还有一群未归的归魂喔 节目最后呢 我们再给他回顾一下P&O 好 是非常精彩的一部分 是 也是邮轮向的一些情况 是的 所有的设施已经全部高级化 是宁可负担得起的奢华 所有的活动已经全部走向国际化 再加上他们更有胜知的 就是在餐饮的部分 加上自己的纽奥创意 给你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享受 对 而且针对我们华人的需求呢 他食物方面呢 也尽量采取亚洲式的 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 你 我觉得上了P&O 你感觉你好像没有离开亚洲的感觉 嗯 还有他上面的派对 这是我们五艘船的盛会 我跟Jeffrey有盛逢旗也在上面 然后呢 再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这就是P&O邮轮 其实我们推荐书轮第一次邮轮呢 最好是参加P&O 因为他从奥克兰出发呢 是最经济实惠的 是的 对 免去了坐飞机的麻烦 可以奥克兰走 奥克兰回这样 对 我们第一次的邮轮也是P&O 对 所以我们从2005年开始呢 一直到现在 连续都是P&O邮轮的一级代理 是 是P&O让我爱上邮轮 超级会晕船的人 我怎么也没想到 对 看我们头上的这个奖牌 对 从我们2005年一直到现在 对 然后为了服务我们的华人观众们 华人游客呢 我们公司呢 还特别为了我们的乘客呢 准备了一套完整的中文彩册 中文指南 那就是为什么正典旅游的客人 回来会跟我们讲说 成为正典旅游的客人好幸福 这是我们特别准备的中文彩册 这质量是非常好的 对 有彩色的印 包括从你应该怎么准备你的文件 还有你的行李 到房间的设施 到港口的介绍 以及到最后离船手续 另外呢 我们还帮你准备船带 还有船卡带 这就是我们首创的 后来P&O才跟着走 到现在问我说 你这条带子双支的到底去哪里买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中文彩册里面 非常详细的介绍船上的设施 餐饮 甚至呢 岸上活动 我们都把它经节的 栽签在这本中文彩册里面 讲真的我跟这个Avelyn和Jeffrey 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下来 觉得二位真的是非常贴心的 能够想到乘客的每一点点 需要的两个旅游业者 真的是这样 谢谢 是的 从事了十几年 对于这个P&O的感情 真的今天也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了 相信Avelyn一定会给想要乘坐 这个游轮的朋友带来更多的建议 因为相信这个建议会是最专业 最合理的 也是大家开启这个游轮旅游的第一站 没错 在此要特别强调一下 游轮旅游不同于买机票 它涉及的专业知识领域 是非常的广泛 我觉得您如果要一次很美好 很愉快的游轮假期的话 事前的准备 这些资讯的充分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如果您在假期周末的时候 去到P&O网站上面 看到这个很便宜 这个房间我要你订了 没有关系 如果你要正典旅游的服务 你只要打电话给我们 让我们去游轮公司 把您的定位给要过来 之后就由我们接手为您服务了 这些都可以做到 很厉害的 做得到的 一定电话和正典旅游联系就好了 是的 096232425 还有公众平台 好的 也欢迎大家通过扫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正典旅游的公众平台 是 下一周将是我们节目最高潮的 游轮公司 六星级的水晶游轮 大家拭目以待 到底有多奢华呢 我们下周再会了 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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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